轟隆隆低迷引擎声 擄获不少车主的新英 这台2011年出厂的保时捷帕拉梅拉 是不少玩家最爱 另外还有这台千万超跑 即使停在地下室 帅气程度毫不打折 6666铁支车牌配上橘橙色车身 这台卖拉轮跑车让你好心动吗 执行署将在23号举办名车拍卖会 让你有机会用较低价格把车开回家 不止超狂车牌最大马力达570匹 更拥有61.2公斤米扭力 再搭配第二代碳纤维底盘 车辆最轻净重只有1313公斤 0到100加速只要3.2秒 行车售价约1300万 快步走入地检署 他们就是日前涉嫌乱到废油的厂商 同心负责人三年来海捞3500万 全都拿去买百万千万名车 这回通通都被地检署插扣拍卖 天理不容啊 另外还有前例委李沁华 涉嫌领助理费人间蒸发 名下车车也是这一回拍卖会名单之一 两百六五号 两百八 两百八二七号 三百三百 三百零一号 喊价声罗以不绝 如果民众对车款有兴趣 贴先上执行署官网和书记官联络 约定赏车时间 二十三号当天准备身份证 以及对应的保证金到场完成登记 为了抢便宜各个摩拳擦掌做准备 更有买家已经锁定麦拉伦提前做好功课 就是希望能把握机会开新车回家过好年 三列新闻 鸿蒙主阳新宜台北赛访报导